消防车被阻 一个家消失殆尽 人家说了嘛 水火无情 五分钟火烧了多少东西呢 燃烧的烈焰 每一刻都是无情吞噬 被堵 被阻 甚至是根本无法通行的情况 一次次发生 平安365 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2019年5月5日 江苏省扬揚州市西湖景园小区 以居民楼发生洪灾 房主郭先生立即报警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抵达了该小区 本来是一场迅速就能够扑灭的小火 但是消防人员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郭先生家烧成灰烬 消防车的行车记录仪显示 进入小区后 消防通道停靠着社会车辆 导致救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并且前后两次受诉 打那个业主电话了 就让他下来挪车 然后那个三人车 那个面包车那个业主 就下来把他挪了 挪了之后过去 在打电话叫业主下来挪车的过程 耗费了数分钟时间 火势越来越大 从客厅蔓延到了卧室 我不说多 五分钟应该会有 就两次堵车造成的 你要对于火势来说 人家说了嘛 水火无情 五分钟火烧了多少东西 我本来是个小船上 弄了现在现在一个大船上 口价不回 油价不回 不得慢慢地 郭先生一家的悲剧 虽然是个案 但是记者走访发现 该小区道路 车主站用消防通道停车的现象 却是屡禁不止 占用消防通道的事情 除了郭先生所住的小区 其他小区也不显见 记者跟随消防车 走访了扬州市内的几个小区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一所老旧小区 真的太窄了吧 该小区门禁处非常狭窄 并设置违规路障 对于消防车辆顺利通过 形成阻碍 一般我们常见的消防车 高度约3到4米 宽度约2.5米 而国家规定的消防车道 最低标准 是近高4米 乘以近宽4米 但通过实地测量 该小区道路的近宽和近高 并不能达到最低标准 3米1 3米1左右 刚才我们一路过来 电线的高度不过 还有横幅 包括树枝的东西的范围 也能影响我们消防车 安全快速地到达火场的位置 从这种一个错程位 得延误多长时间 像我们为了考虑到 对村子安全来讲 应该会耽误我们40秒左右 应该会耽误我们40秒左右 应该会耽误我们 就是更多的温暖时间 我们要让人 为了进一步观察 消防通道的实际状况 消防车又进入了一所老旧小区 通过我们刚才实际进入这个小区 发现很多小区 这个门禁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刚才我们实际通过的时候 耽误了我们很长的时间 消防员进入小区后 就立即展开了 对道路近宽的测量工作 经过我们刚才实际的测量的 这个小区 消防车道是符合标准的 达到四米宽以上 但是有些业主为了出行方便 它将私家车 还是挺开在消防车道上面 前方楼洞一旦发能火灾 我们消防员是 必须要铺设很长的水带 或者奔跑很长的距离 才能到达着火地点 这样会极大的影响灭火注入效率 使小火变成大火的这种可能 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消防车子是无法正常的通过的 只能停靠在原地 这个私家车主停放的比较随意 还有这边右边有 右侧有电瓶车辆 还包括这些绿化绿子 它的架高也无法达到 四米高的架高要求 也会影响我们消防车辆 快速地通过 为了进一步验证 各小区在消防通道上的区别 消防员进入了一所 已经实现人车分流的小区 像这种人车分流的小区呢 我们消防车能快速安全地 到达着火地点 其实除了社区道路 消防车在很多城乡道路 和高速公路的应急车到达 也会受损 在最近几个月 我国就发生了多起类似事件 2019年5月11日晚 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 凤达花园小区内 以小女孩的手指 被消防门卡住 接近后 城乡消防救援大队 龙桥中队消防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 但在消防车即将进入小区时 却被大门通道转弯处的 围艇车辆堵住 消防车此时不仅车体被卡 就连装消防器材的香门 也被别住 香门被别 意味着部分救援器材无法取出 而此时 现场周边车辆人流越拒越多 消防车无论是前进或后退 都受到阻碍 为了抢救援先机 一部分消防人员 只能先取出另一个香门的部分工具 前往救援 经多方联系 自家车驾驶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后方一部车辆 挡住了前车的后退 因为时间紧迫 周边人士 合力将车抬起 轮到一边去 我们才可以顺利取出器材 就在该事件发生两天后 类似事件又重复上演 2019年5月13日下午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 丽景花园小区内 一辆轿车起过 消防员出警途中 在城站路与 苗远路交叉路口红绿灯处 被两辆出租车拦住去路 其中排在最前方的出租车 以闯红灯会被罚款为有 在消防员下车 与其两次沟通后 仍然不愿意为执行紧急任务的 消防车让道 直至直行绿灯亮起 最前排的出租车 在左转弯驶离路口 第二辆出租车紧随起后 为消防车让路 5月14日下午 两名司机接到 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四大队的通知 来到大队和查 前排出租车司机 欧某刚到大队市 还以为自己是因为闯红灯 而受到处罚 直到民警让欧某观看了监控视频 并告诉他 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于避让消防车的相关规定时 欧某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欧某因没有避让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辆 被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53条规定 处于200元罚款继三分 中某主动避让消防车辆 不急于处罚 对此 我们希望广大驾驶人 在行驶途中 遇到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一定要主动避让 我记得地紧臭了 以后有紧急的车 我的避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 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检车执行紧急任务时 可以使用警报器 标志灯锯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 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 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对于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抢险车 警车等车辆通行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规定 除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除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除500元以下罚款 我们常说水火无情 在发生这些紧急事件的时候 每一秒钟都关系到一条鲜活的生命 平安365提醒大家 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 遇到消防车及时避让 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便利 影响生命的救援 两岁男童手臂离奇被抢 捆得身体太长 胳膊都会节肢 面对孩子稚嫩的手臂 消防员如何抢回救治的最佳时间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2019年3月26日 19时34分 吉兵省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接到群众求助 位于金羽大陆和芳草街交汇的 一个温泉洗浴内 有一名幼儿手臂被抢 情况危急 原来事发当天 孩子跟随家长到洗浴中心泡澡 玩耍时由于好奇 将手伸进地漏中 不料被地漏下正在运转的地泵 紧紧吸住排水管道内 肩膊以下的这个全部卡死了 没事了啊 马上出来了 孩子被卡的救援 消防队员并无陌生 但是像这样 整个手臂被卡的救援 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 回一回出这种 很少有像这样的小孩 整体胳膊卡入得这么严重 经过对浴室工作人员的询问和合制 孩子被卡的管道直接通到地下 同时在地下室泵房 利用电动破晒工具组 将儿童被控管道连接处切割 选择这个最快捷 最有效的救援方案 也意味着必须把二次伤害降到最低 这是对消防员技术和心理的考验 而且当时特别焦急 而且他那个最开始的座位面特别小 因为这小孩是这么腔的 他这个胳膊全都进去了 他整体把他的这个身体 是贴在这个地上的 然后那个你要如果说破拆的话吧 他这小孩这么转不了 他只能在他的这个右侧 坐门着 在这场与时间的战斗中 面对高温加快消耗体力的困难 消防员力求最高效的救援行动 采取了替换制作业 消防员一边用轻松的语气 安抚着孩子的情绪 一边紧紧盯着手里的活 不敢松懈一刻 整个地全部跑掉 大概得有三十五十公分后 特别难跑 因为它有防水层 里头防水层有夹层 有这个塑料布了 或者石灰了 当时不太好找 与此同时 在狭小的地下室 切割管道的消防员 同样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管道特别多 他说这些有三四根吧 都是那个排水管道 而且它的排水管道 和它的那个清水管道 还没有明显的标志 就是去了也不知道 哪根到底是抢着男童的 最担心的就是 如果说我破拆的幅度 如果大了 这个管道必要是动的话 会不会对男童进行二十伤害呀 或者是会不会我破你慢了 就是对男童错过了 对他的手臂保护的最佳时机 你在这儿 你这下方在这儿 慢点来 稍微拔一点 好别动 别动上面 在破台的时候 跟楼上沟通 地下室那个电台 气泡不是非常好 所以说沟通也比较麻烦 往上推动推动吗 推动了推动了 慢点好 经过上下接应 紧张破拆 消防员成功将 卡住男童手臂的地漏 和排水管一起挪出 把被困男童 转移到更衣室床上 对卡住手臂的地漏 和排水管 进行下一步破拆 先把手拿掉 先把手拿出来 要不这管这管还憋着 对 那把手脏了 那把手脏了 量一下吧 来 把手别动啊 先直到叔叔看一眼啊 消防员第一步 用手丈量出孩子背卡长度 把剩余的管道进行截断 接着对地漏进行破拆 但是面对孩子稚嫩的小手 消防队员的破拆 犹如尖刀上跳舞 而且当时他小孩已经动的 这个肉已经 当时都已经滑烂了 好吧 还太大了 快点 拿钱 身份 liberal 我被骑人家 没办法 这个钢的东西在剪的过程中 你不能一口气剪完 剪完它崩 崩得特别厉害 而且然后就是一点点剪 最后剪到还有一点的时候 两个人用钳子给把这个抛开了 夹住啊 这个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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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来 下一个 来 来 来 消防员挤翻尝试后 终于将卡住幼儿手臂处的地漏铁片安全取下 我把它把它好了啊 手能动啊 手能动 快点手动了 我把手动一下 消防队员又利用小心螺丝刀 小心地将下水管道 与被困难童大臂缝隙中的水碱取出 防止再次被水碱划伤 采用润滑剂减少摩擦 小心翼翼地将手臂从管道中推出 成功将被困难童手臂取出 一 二 轻轻走 快点啊 好 宝宝出来了 宝宝 自由感 宝宝 勇敢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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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比较及时 应该说是如果要是这种损伤 持续6到8小时 后果会很严重的 患者伤完之后三个小时就到我们医院了 我们给大家进去的补业 脱水的治疗 消肿的治疗 现在患者恢复得挺好的 如果这个疾病如果要是第一个要是时间比较久了 来时间比较久了 上肢肿胀子比较厉害 不要治疗不及时 这个疾病会导致很严重的伤残 前臂的功能手的功能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觉得通过这个这个事件呢 就是也是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带孩子家长 在任何场合下 一定要多多的把孩子放在身边 不要拥有自己的图形大意 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 2019年5月10日 由图鲁藩示范区和图鲁藩市消防救援支队主办的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主题活动 在葡萄沟景区闪亮登场 活动中精彩的消防服装走秀 优美的维吾尔族歌曲和舞蹈 深深吸引了过路的游客 大家停住脚步 一边欣赏节目 一边仔细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并在防灾减灾从我做起的签字板上 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此次快闪行动 通过新颖时尚的情势 将消防知识融入到民族特色和行为艺术中 用贴近市民生活的方式宣传消防安全 让更多的人在寓教娱乐中 关注消防 学习消防 参与消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